在今天另外一起引发社会关注的焦点是 照理说金玉是要教化受刑人的地方 但没有想到金玉可能比外国的社会更加热 在今天爆出金玉的科长 竟然拗受刑人帮他们写论文 电影《刺激1995》中 男主角利用专长帮玉族报岁 甚至连典语长都来找他帮忙做假账 受刑人为了自保无奈配合 这样的黑暗面在台中监狱真实上演 台中监狱教化科科长廖刑男子上任七个月 确立用权势 要求受刑人当枪手带写论文 直到同监狱有看不下去检举才东创事发 因为教化科科科长未有实权 能掌握受刑人的分数更攸关假释机会 有这个情形但是没有完成 是自愿的呀 这名料性科长就读领东科技大学 前一次论文还没写完 受刑人就假释出狱 他又招伤另一名 曾在中部大学任教的受刑人当枪手 因为他性侵面国中的侄女 被重判20年定验 疑似看上他行期长 不会提交假释出狱 外交有学术专长才会动歪脑筋 他是去年的9月份才来我们学校念推广教育部 EMBA的学分班 所以到目前为止他都还不是我们正式的学生 那因为既然他还不是我们正式的学生 当然也就没有撰写这个论文的一个必要性 消防说了新科长只是读EMBA学分班并不需要撰写论文 是基于什么理由 积极找人代谢 现在台中监狱已经介入调查 将科长及教会师送陈楚 待绞正署核定公仆滥用职权 也让预证管理问题再度浮上台面 监狱真的是另外一个黑社会吗 我们在今天特别邀请到 你几岁 二十 二十就已经进出监狱好几次的西西安来谈谈 他在监狱的生活 我在监狱的那一段日子 监狱真的很黑吗 是 很黑喔 不输外面 就像一个小型社会一样 就像一个小型社会 最夸张的是 你碰过最夸张的事情是 就是帮忙攜带毒品进来 帮忙攜带毒品到监狱 谁带 像是家人肯兴会或是绿建 肯兴会怎么可能能带呢 因为肯兴会可以面对面 面对面会谈 那不是隔着一个玻璃吗 没有 肯兴会跟一般会客不一样 对 是肯兴会是 一年没有 好像就一两次而已吧 那一次是可以面对面 对 然后不然就是绿建的时候 绿师接见 绿师帮他带毒品 有些绿师就是 那我们现在来讲肯兴会 他们虽然可以面对面 但不用经过检查吗 家属进去 正常来讲他们检查也是随便就是 可能就随便摸一摸而已 对啊 所以 不会检查太详细 家人帮他带毒品 更匪夷所思的是你刚刚说的绿建 对 律师帮忙带毒品 是我听说的 就是有听说过有这种事情 对 那除了带毒品之外 还有带过哪些 其实监狱根本不能够带进去的东西 像是记忆卡 就是里面记忆一些黄色片子 黄色片子 然后就是 那记忆卡进去用什么看呢 电视机啊 有些电视机可以插 可以插记忆卡 你们监狱里头电视机可以插记忆卡吗 有些有 对 有些可以 对啊 那还有带什么 目前就 我所知道就 就差不多就这样 据说你们在里头 都会有分吗 就是 哪一挂哪一挂 对啊 会分啊 就是所谓亲友房 亲友房 对啊 比如说你是什么 什么某个帮派 比如说竹联帮的 可能 进去新艘看到 就是一定会问你说 你是来自哪里啊 湖南 如果说是同个 刚好是同个帮的 他们就会 透过杂役 跟主管说 那这是自己的 然后看能不能 那杂役就会帮他安排吗 安排 对 不然正常来讲 是没办法 这样子 所以 主公司会跟主公司住在一起 对啊 天公司会跟天公司住在一起 对 就是亲友房 所以他们里面都是自己人吗 对 全部都是吗 他们比如说一个房有十个人 有八个都是同公司 剩下两个就是 就是没有背景的 那为什么要特别有那两个没背景的人 就是来帮忙 既然是主公司 就是来帮忙他们做事情的 帮忙他们做事情 比如说洗碗 洗衣服这些 对 就是来做出工的 所以 金鱼里头 每个房都有他自己的玛利亚 对不对 每个房都有每个房的规矩 对 那你如果不帮忙呢 我为什么帮他洗衣服 我为什么帮他扫地 那可能就有纠纷 就可能就会有 大家可能就是会 会有倒入的行为 就是会被修理 可是修理难道管理员不知道吗 管理员不是都看得到吗 管理员的办公室也都有监视器 所以并不是 有 就是看运气 有些主管巡视过来之后 一定会请一个人帮忙叫注意 就是帮忙把风 就是看主管经过 经过之后就 在水房就处理了 不然就是等开 怎么在哪个房 水房 就是所谓 水房是厕所 水房是厕所 可是厕所不是就是在你们 社房里面吗 对啊 虽然说就是 虽然说那个监视器还是排得到 但是不一定他主管 有时候就运气 就是水房比较拍不到 运气运气 会看到的话就是 会请那些 还是会请人来出来搭植 对 所以会在水房被修理 那个地方监视器 还有不然就是 开封的时候啊 开封是 放封 对 放封的时候就是拉到库房 库房是什么地方 有些杂役会有库房的药室 就是每个社 每个工厂都会有 摆杂物的地方 那边没有监视器 然后 所以库房是一个漏洞 对 对啊 就是可能会 对 库房是连一支电视器都没有 嗯 所以在那个地方 可以为所欲为 管理员弄怎样 对啊 管理员可能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吧 就是 不要太夸张 还有其他很夸张的吗 像是有些人会 透过杂役来传达 就是 因为同案的没办法 关在同一个房子 因为怕穿供嘛 嗯 对 那就是有些人会故意 就是跟杂役打好关系 不管黑牌是正牌 就是要跟他们打好关系 就是 好方便他们 可以传纸条这样穿供 传纸条穿供 对啊 就是杂役等于是帮他们 对啊 对啊 重点是对啊 你要跟杂役打好关系 对啊 就是要给他好处嘛 对啊 对啊 那杂役有黑牌的啊 你刚刚说 不管是正牌还是黑牌的 对 有分啊 对啊 黑牌就是没有穿背型的 正牌就是有穿背型的杂役 黑牌正常来讲福利 他们得到福利就跟正牌差不多 所以里面的杂役有黑牌的 也有正牌的 杂役是受嫌人流头去选的吗 嗯 对 那他当杂役就是好处很多 才会有所谓的黑牌杂役 对啊 就是活动比较自由啦 哦 里面会不会堵 堵博会 怎么堵 用象棋 用象棋啊 所以里面是可以带象棋的吗 里面可以买象棋 哦 可以买象棋 对啊 这个就是做 有些人就是堵 用棋树穿去白包在堵啊 对啊 对啊 然后就是玩堵烟啊堵电池啊 有的美的 堵烟和堵电池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在金语里头电池很有用 电池要看电视 所以没有电池没有办法看电视 好 这就是C先生所谈到他的金语人生 想不到金语里头 我们本来以为金语应该是很守规矩的 应该是管得很严格的地方 没有想到金语还有很多你所不知道的黑暗的角落